欢迎大家收看美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悄悄地恢复了对墨西哥深处的驱逐航班 乔·麦迪逊 电台主持人和民权活动家 去世享年74岁 特朗普案件中的弱者 现在很可能成为他的第一次刑事审判 美国对杀害驻约旦部队的袭击进行报复性打击 捷克 史尼斯的检察官利用新的文件 来反击特朗普在马拉格文件案中的指控 请大家收看 美国悄悄地恢复了对墨西哥深处的驱逐航班 纽约时报 美国已经恢复了将一些墨西哥人驱逐出境的航班 将他们运送到远离南部边境的地方 以阻止他们反复试图越境进入该国 第一架飞往墨西哥中部城市莫雷利亚的航班于周二起飞 再有一百多名墨西哥人 预计这些航班将定期继续进行 拜登政府正在应对移民激增问题 并寻求方法阻止人们北上旅行 由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人数不断增加 墨西哥人的驱逐航班在2022年暂停了 乔·麦迪逊 电台主持人和民权活动家 去世 享年74岁 纽约时报 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和民权活动家乔麦迪逊去世 享年74岁 麦迪逊在他的节目中采访政治领导人并倡导民权和人权问题 以其浑厚的声音和有影响力的存在而闻名 2021年 他参与了为争取更强大的选举权法律而进行的为期73天的绝世抗议 拜登总统称赞麦迪逊是一代人的声音 并强调了他为反对不公正而努力的努力 麦迪逊的去世是在他于去年12月宣布前列线F发后发生的 特朗普案件中的弱者现在很可能成为他的第一次刑事审判 华盛顿邮报 根据联邦法院文件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第一次刑事审判可能会在下个月在纽约举行 与1月6日国会大厦骚曼有关的妨碍审判已从法庭日程中删除 现在的纽约案件被认为是特朗普面临的四项刑事指控中最薄弱的一项 它涉及2016年的封口费支付 是对他的指控中最简单的一起案件 特朗普对所有指控都表示不认罪 另外两起刑事审判仍在等待确定审判日期 在佛罗里达州的案件中 一个关键听证会定于3月初举行 而在乔治亚州尚未确定审判日期 美国对杀害驻约旦部队的袭击进行报复性打击 半岛电视台 美国军方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目标发动了空袭 以回应在约旦的一座美军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 导致三名士兵丧生 这次空袭针对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 及其附属民兵组织使用的设施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他们使用从美国飞来的远程轰炸机袭击了85多个目标 乔·拜登总统表示 回应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继续进行 伊朗否认参与这次无人机袭击 将其归咎于独立行动的组织 杰克 史密斯的检察官利用新的文件来反击特朗普在马拉格文件案中的指控 CNN 特别检察官捷克 史密斯的团队正在努力确保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案件能够按计划在春季进行审判 这些检察官为了捍卫联邦政府 在试图收回特朗普离任后带走的白宫档案方面的行动而进行辩护 他们提交了一份67页的文件以澄清事实 他们便称特朗普的法律团队一直试图歪曲案件事实 包括虚假声称他在离任后仍然拥有安全许可 检察官表示 他们的调查没有发现特朗普在总统任期结束后仍然拥有安全许可的证据 即使他确实拥有 也不会授权他将机密文件带离办公地点 他们还便称特朗普及其共同被告 在发现程序中没有权利获取政府内部通信 因为这些通信受到法律保护 拜登向工会提供个人保证以解决每日钢铁交易问题 日经亚洲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工会已经从总统乔拜登那里得到了个人保证 他将支持钢铁工人反对日本钢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的立场 USW国际主席大卫迈卡尔表示 两家公司之间拟议的销售协议使我们的成员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面临危险 该声明没有具体说明拜登提供了什么保证 或者他是否会努力争取日本钢铁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 USW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反对增加了这项价值140亿美元交易面临的政治和监管障碍 对美约卡斯部长进行弹劾的冒险行动 华盛顿邮报 众议院共和党人威胁要弹劾许多拜登政府官员 但只有两个程序已正式化 对总统拜登本人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阿莱哈德罗马约尔卡斯的弹劾 看起来拜登可能最终不会被弹劾 共和党众议员肯巴克克罗拉多州宣布 他坚决反对弹劾马约尔卡斯 这意味着共和党人不会一致 巴克的立场还引起了其他几个持保留态度的人的关注 其中一些人与共和党相关的专家一起对弹劾马约尔卡斯的理由提出了担忧 拜登参加美国在约旦遇害的军人的庄重转移仪式 雅虎 乔·拜登总统在周五履行了他的职责之一 参加了本周在约旦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的三名美国士兵的庄重转移仪式 美国将这次袭击归因于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 美国对约旦基地遭致命袭击进行报复 华盛顿邮报 美国周五对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了新一轮打击 官员表示这将是一场为期数天的行动 旨在打击靠近伊朗的各种目标 拜登政府指责伊朗在中东地区激进暴力活动激增 包括一次无人机袭击事件 导致三名美国军人丧生 数十人受伤 事件发生在约旦的一个偏远哨所 这次打击是为了对德黑兰及其代理人造成比美国之前采取的报复行动更大的伤害 迄今为止这些行动未能结束暴力活动 乌克兰通知美国决定解雇高级将领 华盛顿邮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已通知美国政府 他计划解除最高军事指挥官瓦列里·扎鲁日尼的职务 尽管白宫对此决定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但此举引发了对部队士气和西方捐助者信心的担忧 泽连斯基和扎鲁日尼在应对战场挫折的策略上存在分歧 作为乌克兰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支持者 美国事先得到了泽连斯基决定的通知 但并未试图改变他的想法 中国经济低迷推动了创进路的20亿美元外国股票ETF的涌入 彭博社 中国资金正以创进路的规模流入海外股市 投资者寻求逃离低迷的本地股市 今年1月流入33支跟踪除香港以外外国基准的国内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的资金达到20亿美元 其中超过一半的资金涌入美国股市 因为标普500指数创下新高 另外2.04亿美元涌入日本 这种热情在国内ETF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扭曲 某些情况下价格上涨了40% 超过了基础资产的价值 频繁的交易停牌和大幅价格波动 美国不仅仅用空袭回击伊朗 纽约时报 拜登政府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军官和官员实施了制裁 原因是他们威胁了水务设施的完整性 并帮助制造了无人机 此外 还对9人提出了控诉 指控他们出售石油以资助激进组织哈马斯和真主党 这些行动是协调努力的一部分 旨在破坏伊朗的非法石油销售 并对其攻击性网络行动进行反击 尽管很难衡量制裁和起诉的影响 但他们作为一种心理威慑 表明西方情报机构正在追踪伊朗的行动和交易 拜登在对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进行空袭中走钢丝 外交政策 美国周五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发动了军事打击 以报复本周早些时候在约旦杀害的三名美国军人 这些袭击似乎标志着美国在10月7日后中东冲突中最大最直接的参与 旨在惩罚这些组织并阻止他们进行未来的袭击 同时向伊朗发出强硬的信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Sanco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袭击中打击了85多个目标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约翰·科比尔表示将有更多的袭击发生 乔治亚州检察官在特朗普选举干预案中承认与他雇佣的律师有关系 澳洲ABC 乔治亚州检察官范尼·威利斯承认与律师内森 韦德有一段恋爱关系 他雇佣韦德参与对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干预案件的工作 特朗普和其他两名被告试图要求撤销指控 称这段关系造成了利益冲突 威利斯已向法庭提交了回应 称这要求毫无价值并敦促法官驳回 威德正在离婚中 他在一份宣誓书中表示 他和威利斯于2022年开始了一段个人关系 但否认他从他作为特别检察官的职位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 美国对伊朗相关民兵目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报复性打击 CNN 美国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了一系列空袭 这些空袭是对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周日在约旦的美军前哨战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做出的回应 该袭击导致三名美国军人丧生 40多人受伤 周五的报复性空袭比以往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袭击更为重要 目标包括指挥和控制中心 情报中心 火箭和导弹 以及无人机储存设施 美国表示 这些空袭取得了成功 但被击毙或受伤的激进分子数量尚不清楚 拜登政府暗示 未来几天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美国面临着对士兵死亡做出回应并阻止民兵袭击的压力 自去年10月以来 这些袭击已经超过160次针对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设施 伊朗多年来一直在投资地区代理组织 向他们提供资金、武器和培训 以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 并迫使美国从该地区撤离 特朗普法律新闻简报 Charton法官将特朗普干涉选举案的审判推迟 直到总统豁免权问题得到解决 雅虎 美国最高法院将于2月8日就唐纳德 特朗普是否因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 而被禁止再次担任公职的问题进行听证 该案件的焦点是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三条款 该条款禁止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该条款禁止特朗普出现在该州的选票上 而缅因州的国务卿也裁定他不具备资格担任公职 2月15日将举行听证会 审理福尔顿县地方检察官范妮 威利斯涉嫌与对特朗普和其他18人进行选举干预的案件中的首席检察官有不当关系的指控 特朗普已签署一份要求解雇威利斯的动议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美国恢复对墨西哥的驱逐航班 著名主持人乔麦迪逊去世 特朗普面临刑事审判 美国对袭击进行报复性打击 特朗普案件中的新进展 拜登向工会提供保证 众议院共和党人威胁弹劾拜登政府官员 拜登参加军人庄重转移仪式 美国对约旦基地袭击进行报复 乌克兰解雇高级将领 中国资金流入海外股市 美国不仅仅用空袭回击伊朗 乔治亚州检察官承认与律师关系 美国对伊朗相关目标进行打击 特朗普干涉选举案审判推迟等等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 首先是美国恢复对墨西哥的驱逐航班 这是拜登政府应对移民问题的一项措施 旨在阻止人们越境进入美国 驱逐航班的恢复 意味着拜登政府正在加强对移民政策的执行 同时也表明他们将继续寻求 解决移民激增问题的方法 接下来是著名主持人乔·麦迪逊的去世 麦迪逊以他的节目和民权活动而闻名 他的离世是一代人的损失 他为反对不公正而奋斗 他的努力得到了拜登总统的赞扬 我们应该纪念他对社会正义的贡献 然后是特朗普面临刑事审判的消息 这是他面临的四项刑事指控中最薄弱的一项 特朗普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 但这次审判可能会在下个月举行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案件的进展 接下来是美国对袭击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消息 美国军方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目标发动了空袭 以回应约旦的一座美军基地遭到的袭击 这次打击是为了惩罚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 并向其发出强硬的信息 我们希望这次行动能够阻止未来的袭击 另外乔治亚州检察官范妮 威利斯承认与他雇佣的律师有关系 这引发了对他在特朗普选举干预案中的行为 是否合适的质疑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案件的发展 最后我想听听你们观众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在评论中与我分享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